大家好,我是雅馨 上一期我们聊了无望卦 那么无望卦呢告诉我们说 无论我们处在哪一个位置上 我们都不要妄言,我们不要妄行 我们要学会谦虚谨慎 说这个说出去的话 就好比是泼出去的水 所以说在出口之前 您不妨慢三秒 当然也不要得意妄行 要时刻的去反省自己 谨言慎行 好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往下说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六十四卦当中的大序卦 首先,下前上更 那么前为天,更为笃时 那么大序卦 它全卦揭示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积蓄正气 积蓄德行方可迎来自己人生的春天 首先 顾名思义大序卦全卦的重点呢 就在中间的这个序字上 那么序是什么意思呢 积蓄我们自身的才能和德行 同时积蓄人脉 因为只有这样 只有不断的积累 在我们日后我们才能够成大事 正所谓不积溃不无以至千里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拳卦呢 从下卦的前开始 拳卦君子已自强不息 努力奋斗 那么无论我们做什么事 当然我们都离不开 我们自身的努力还有奋斗 可是呢 这当中其实也有物极必反的警告 因为前卦呢 他三个谣全是羊谣 羊刚至极 努力奋斗呢 当然精神可嘉 这是我们时刻去提倡的 可是我们也要时刻去警醒自己 你不要因为过分的去追求物质的追求 而迷失了自己 迷失了自我 那么我想 这就要求我们 要不断的在我们自身的修养上去下文章 同时啊 我们还要倾斜 我们要远令 这样才是我们人生的正道 整个挂呢 其实无非就是要我们不断的去积蓄 我们要收 不要放 那么社会生活当中 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比如说 月光族 是不是 中招了 他们就是不断的 什么呢 不断的去 放 但是呢 却不知道收 忙忙活活一个月 其实每个月算一算 好像这个工资挣的也不是很少 但是月底呢 翻出这个 这个存折 翻出银行卡来看一看 还是没有存下多少钱 我用一句老话来说 这叫做什么呀 就是 不懂得守财 那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说是因为月光族他们 不知道存钱吗 我想 其实 这部分人 他们比谁都知道钱的重要性 都知道存钱 可是呢 到最后 自己也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这个钱存着存着 就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就都没有了 就像这个命理所说的一样 其实这叫做 没有财库 那么原来我们说过 说财库是什么 在易经里面我们讲 其实财库就是一个字 叫做 得 也就是说 只要你积得 你就可以给自己积累下财库了 那很多人说 说 雅兴你这不对 你那个呀 是命理的说法 说你这算命啊 你这是假的 我不信 那我要问大家了 我们中华文化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 那既然算命是假的 为什么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依然还有这个行业呢 我想但凡是存在的 都是有道理的 古代的算命是就好像是 我们今天的这种心理医生一样 算命是说 说你命好 说你能够当大官 你心里很高兴 你乐开了花 而你这一高兴呢 那我们无形当中 我肯定心情就好 而我心情一旦好了 我做什么事情 我就都有动力 更何况是 是大官是不是 算命是说了 说你是你做大官的命 那么这个在无形当中 自然也催眠了你 你信了 那么你心里面就有了这种当大官的冲动 于是呢 我们可能就在不自觉当中 我们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前进 所以说 没准啊 你还真的就这么成功了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哎呀 这个算命师是不是太准了 但实际上 并不是算命师算的准 而是你自己内在的动力改变了你自己 当然还有不灵的 这个也大有人在 那凡是不灵的 就是你不相信的 算命师他没有催眠你的 所以说你还是我行我素 那即使算命师说你是当皇帝的命 你也不可能是啊 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 而你不相信呢 你心底里就没有干这个事情的冲动 所以说肯定不灵 当然我们说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特别是在天桥上是吧 比如说瞎子 或者说拿个这个签让你这个什么的 这都是骗子啊 大部分都是骗子啊 他们的目的就是骗你钱的 可是很奇怪 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生意很好 还是有人在相信 当然传播正能量还好 如果说告诉你 你有天灾 你有人祸了 那我们这心里面一听 我得多难受啊 我天天心情不好 我天天想着这个灾难的事 我精神恍惚了 所以说我一不留神啊 我就掉坑里了 这个呀 也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不是算命师算的 所以说所谓的算命 我们可以不去理会 我们读懂了易经的智慧 那么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算命 而这个算命啊 就是积累我们自己的德行 在佛家有一种活动 叫做放生 老和尚呢会告诉你说 只要放生就会有福报 于是呢 我们做了 我们也相信 我们自己一定会收到福报 那么这个深信 就是积蓄自己的德行 其实不管是儒家 释迦还是道家 都在告诉我们说积蓄德行 说修养身心的重要性 那么修来修去 修的是什么呀 当然 是我们的心 而这一颗心呢 也就是我上面 所说到的财库 我们会发现 在生活当中 我们身边那些善良的 有爱心的人 他们都是能存钱的 而就算是花出去了 这个钱也会源源不断的再回来 是不是很奇怪呢 不积癸不无以至千里 大序挂并不是告诉我们说 积蓄大的德行才是正道 而是说我们其实可以从我们身边 我们手边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比如说开车 我们礼让行人 比如说我们坐公交车 我们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坐 比如说在我们有闲钱的情况下 我们去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 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在积蓄自己的德行 而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 你所积蓄的德行 他们都是会有回报的 因为自身德行积蓄的厚重 你财库积累的充足 物取之不尽 而德用之不尽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了 下一期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 六十四卦当中一卦的人生哲学 下期再见